大家好,欢迎回到明镜追击,我是岳哥 不出意外的话,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在这个月召开一次对外发布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 现在普遍分析时间是在十月份到十二月初都有可能 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根据过往的经验是涉及到经济为主 所以外界,尤其是中国体制内的一些人士、专家、学者对这个会议是密切关注,也存有一些期待 那么在三中全会的相关内容之前,先来看一看天津的最新情况 一边就是在五三一楼歪歪地沉沉事件中受到影响的人数大概是三千人到四千人左右的天津市金南区凤景庭院以及南岸庭院的业主 9月13日相关业主就表示,9月12日还是有不少的业主去到了天津市金南区人民政府的外面 在聚集来表达不满 时间是9月12日的上午 在夜间也有相关的业主去区政府门口散步示威 目前总体来看,政府也好,包括表达不满 但徐一鸣也罢,都是态度比较克制 有业主就表示他们的诉求没有改变 对于天津市金南区人民政府给到的两个方案选择 第一个就是修缮之后的回签 另外一个就是房源的置换 他们是不满意也不接受 他们希望官方给更多的一个方案 就是现金的置换 有业主还介绍 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向天津市这个层面的一些官员和机构反映问题了 如果金南区人民政府不给他们一个他们满意的答复 他们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能够介入这个事情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9月12日明镜追击的节目 在天津现在备受关注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天津公交 普通的员工9月份才拿到6月份的工资 等于是持发薪水达到了3个月 9月13日在接受民进追击质询时 天津公交集团负责统计造假举报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他所了解到的整个天津公交集团的员工都存在拖欠薪水的情况 什么原因他搞不清楚 那再问及天津公交集团的领导是不是出现了薪水吃发的情况呢 他说不清楚 根据天津公交官方网站披露的信息 目前整个集团有职工是1.83万人 其中公交驾驶员1.14万人占比62% 根据疫情之前一份公开的信息就可以看到 天津公交他的驾驶员的一年的人均收入 大概是在6.7万元人民币左右 目前有不少的声音是把矛头对准了李鸿忠 天津之前的市委书记 也是在蔡奇之前普遍被认为 中共党内最大的台轿子的人 就认为他在疫情三年防控期间捅得过死 所以造成整个公交系统瘫痪 没有人去乘坐 不过关于这个说法 事实或者说数据还是显现 其实天津公交集团 作为一家所谓的国有骨干企业 一直是老大男 2018年就已经出现了资不抵债的情况 天津公交他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公交营运 那其实就是卖票为主 但是因为公交他有一定的公益性 票的价格是受到政府管制的 所以上不去 另外一块天津公交集团 还有整车及配件销售的收入 但是这两块主要的收入 是没有办法去覆盖他的成本的 主要的成本最大头的是人工 再加上燃油费用 折旧费用 运营以及维修费用 整个集团 他融资渠道是以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为主 前面提到了 其实疫情之前 2016 17 18年就出现了债务节节高升的情况 2018年是出现了资不抵债 疫情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期间 天津公交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91.13% 95.32% 以及100.38% 等于是2022年又一次是资不抵债 截至今年一季度天津公交资产负债率是高达100.71% 天津公交是长期获得天津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的拨款 总额都是比较的大 包括今年第一季度的天津公交是获得天津市级财政和区级财政补贴8.3亿元 目前第二季度相关财政的补贴到底有没有给给了多少 如果给了又用到哪一块去了 因为人力成本就是一个大头 目前官方都还没有披露消息 一般的理解还是说 一控三年 尤其是天津啊 李鸿忠主政期间非常的严格 所谓的底线思维底到底 极端思维到顶端 那还是冲击到了当地市一级区一级的财政状况 所以呢最后又影响到了需要反补的 比如说天津公交集团 天津人性格总体来看呢 是比较想得开看得开的 但这个不应该成为比较长时间大幅度大面积欠兴的理由 接下去来看看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最新的情况 确实备受关注 香港媒体就特别提及 习近平之所以缺席印度的G20峰会 G20峰会 那原因当然会有比较的多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因为要准备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主要还是基于实践的考量 因为从1993年以来 这三十年期间所有的三中全会 除了19届三中全会是在2018年2月份举行的 那么别的30年期间的三中全会 都是在中共的党代会闭幕之后的第二年的秋季召开 时间集中在10月份的上旬中旬到11月份的中旬期间 所以现在眼见的已经是到9月中旬了 那按照这个时间来推 9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会对外发布消息 就是要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了 时间那很有可能 比较早的就是10月份 晚一点到11月的中旬 同时从1993年以来的中共历次三中全会 它主要的议题都是比较核心比较重要的 包括农业农村问题 包括改革开放问题 包括经济体制的改革等等问题 所以香港媒体也如此判断 那这一次的很快就要召开的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议题也会非常重要 而且很有可能也是涉及到经济议题 关于二十届三中全会和经济议题之间的关系 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些学者还是很感言的 也道出了自己的心理的想法和期待 有学者就特别介绍 也是透过非常知名的财经媒体表示 期待接下来中共中央能够利用恰当的时机 包括秋天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能够在一些重要的本源性问题上 给社会传递积极信号 推动社会氛围进一步回暖 那什么本源性问题呢 这位学者就表示 要站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高度 重新思考定义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问题 比如如何认识私有财产 个人权利自由等等 从而推动中国国家治理机制的整体改革 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等等 具体到民营企业 有学者就给到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所期待的一个设想 就是如果能够借鉴以往成立中共中央全面生化改革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或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这样的做法 这个也是海外媒体说的比较多的习近平的小组治国 或者小组长治国了 那么回到专家的说法 就是能够专门成立一个中共中央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委员会 或者是中共中央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 然后由国家领导人担任小组组长 以最强力度来协调财经宣传政法等方方面面的部门 然后呢 就才有可能更加提高 关于目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效率和问题解决能力 那么目前官方所承诺所强调的 在中国国家发改委之下来设立民营经济发展局 这个局仍然是有必要存在的 那么它可以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或者是领导小组下面的 直接对口的落地机构 办事机构 所以学者就给到了心中的一个想法 在中共中央这个决策层面 有专门针对民营经济的一个小组 然后在落地执行办事层面 就由中国国家发改委民营经济发展局来做 那思路就理顺了 而且这个思路一打开 就能够极大的去刺激中国的民营经济 能够体现中共是对民营经济非常重视的 因为想而易见的 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 已经遇到了制度性的困境 涉及到意识形态 法治金融产业 税费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远远不是一个私局级部门 可以去协调 可以去解决的 而是需要从顶层规划的高度去办 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体制内的学者 还是有智慧也有胆量 去提这样的建议 不过批评的声音比较多 认为这样的专家学者还是比较的幼稚 因为在眼下中国的政治氛围之中 恐怕成立在中共中央层面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的可能性并不大 关于这一点 民营经追击是向中国大陆一位知名的政治学者进行了请教 那么这位学者不愿意居民的情况下 他表示 目前是看不出中共中央会成立一个民营经济运作小组 或者说领导小组的 看不到这个迹象 但是他也强调中国或者说中共周边的环境正呈现全方位的恶化 所以他认为如果说能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组 那当然是好事情 其实讲到中共历史上的三中全会 往前走超过30年 人们印象很深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中国人 可以说记忆犹新 或者说一定会提到的就是11届三中全会 不只是有经济议题 还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 思想方面的议题等等 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 他突出的就是批判了两个凡事的错误方针 评价了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 做出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工作的重点 转移到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而且决定要健全中共党的民主集中制 健全党规党法 这是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做一些突破 那么在经济建设这个方面 是要求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和整个中共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 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 对限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 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 进行认真的改革等等 总还是有一些中国体制内的学者 包括一些专家型学者型的官员 在相对小众的场合 还是会来谈十一届三中全会 浓墨重彩的进行赞美 同时也是做一些比较或者说期待 中国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开成什么个样子 但就目前的中国政治氛围来看 比如说十一届三中全会 它突破性的意义就是突破了两个凡事 要求去正视毛泽东 而不是仰视毛泽东 在眼下的中国环境之中 因为已经有了两个确立 两个维护等等了吧 恐怕这一块没有办法做更得我的突破了 另外一点在经济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 它重要的成果就包括是给企业一些自主 实现经济责任制 中国经济形势走向多样化 也是从1978年那一次三中全会以后 开始启动的 那么在中共内部的改革 所谓的新政的建立之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 也是明确了 党政旗要初步分权 在领导体制上要坚决克服 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 赏罚不明现象 而且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邓小平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尤其是在1980年的8月18日 邓小平是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把权力过分集中 同中共的领导制度上的弊端 联系了起来 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认为在中共党的领导体制上 权力过分集中 是诸种弊端当中 十分重要的一个弊端 是产生其他弊端 在领导体制上带根本性的原因 有中国大陆的一些学者 此前在接受民进追击时就表示 其实他们感受就是 习近平已经完全推翻了 邓小平的那一套 邓小平曾经就提到 在中共和中国国家领导制度 以及干部制度中 最主要的弊端 就包括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包括家长制现象 包括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现象 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两相比较 现在所谓的习时代 这些现象已经回来了 而且已经是登峰造极 所以就眼下现实的情况 而言 退而求其次 如果说二十届三中全会 能够在经济议题上 特别是在民营经济的议题之上 有比较大的突破 相信这些中国体制内的学者 改革开放派的学者 当然自然还有企业界的人士 就会感到一些慰藉了 最后再来看一看 目前中国所谓的学习贯者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这个名字非常的长 已经结束了第一阶段 步入了第二阶段 用中国官方的话来说 这两个阶段 第一批第二批的主题教育活动 正在衔接联动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中国的地方宣传机构中 影响名气都非常大的 浙江宣传 是刊出了一篇文章 指现在主题教育过程之中 低级红高级黑 在中国的基层是普遍存在 还给出了这么几个例子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某个地方领导跑马拉松的视频 在网上是引发关注 广大网友感兴趣的是 高达11.2万条的 跟帖评论数量 其中 步伐就写到 书记左手和右手 分别摆了三次和四次 寓意狠抓三个落实 做到四该四必须 处处体现 担当精神 之类的评论 浙江宣传就特别提到 不管这些评论 它怎么样的一个来头 有些人是肉麻的 去吹捧领导 也有一些网友 是特地来调侃恶搞 但是结果就是这样的评论 一旦被境内外 别有用心的人炒作利用 就成了抹黑党委政府形象的 高级黑 实施不忘 所谓的境外境内势力 还提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有些地方 为了表彰 网络正能量人士 就隆重举办了 评选和颁奖活动 结果在活动中 却词不达意地 将这些人表彰为 红色键盘侠 忽视了键盘侠 这个词本身的贬义 把一件好事 就办成了网络笑话 此外浙江宣传 还提到了一些例子 就包括 大白天 点马灯 学党史 吃青年餐等等 让人们产生了 强烈的不适质感 浙江宣传就特别建议 要减小 低级红 高级黑现象的危害 最好的办法 就是从源头上消灭 他们 特别是要防止 人们或者说党内 这些宣传工作者 自身的低级红 被人炒作 利用成为高级黑 主流传播的价值 来不得半点水分 既不必说过头话 也不必做过头事 浙江宣传就表示 其实我们的很多工作 真实平时 朴实就足以讲好 堆砌异美之词 人为拔高 反而过犹不及 以上就是浙江宣传 这篇文章主要的意思了 目前在中国社交群组里 流传的也是比较的广 他批评的对象是中国的基层 说有这样的低级红 有这样的高级黑 包括主流价值传播 是来不得半点水分的 浙江宣传也恐怕 只敢批评所谓的基层 那在中共的高层 目前抬轿子的 把习近平普通的一篇讲话 动辄就解读成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 人和事 其实并不少见 另外一点 也能够看到 因为所谓的主题教育 它总体来说 是理论的色彩 物虚的色彩 或者说 有些批评人士所提到的 这样的理论 那样的提法 它本身虚头霸脑 到了地方上 那也就只能够霸王 硬上功 来做一些解读 诠释 或者透过一些活动 来做所谓的呈现 但最后呢 就是提笑皆非 似是而非 所以 再进一步说 浙江宣传 所提到的 批评 低级红 高级黑的这篇文章 也很容易 让人又联想成为 本身 是一篇 低级红 高级黑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 非常重视宣传 但是眼下的习时代 其实国门还是打开的 网络上 年轻人 包括一些上了岁数的人 用翻墙办法 来看海外信息的 其实非常的多 但是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的 具体的办法 是有一些变化 有一些丰富 但是 它呈现出来的套路 和背后的逻辑 其实呢 没有太多的变化 以上就是 今天的明镜追击 有请朋友们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 打赏和 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